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神 你怎么来了 找到你了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找我干嘛呀 晚点我就回去了 出来的时候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小星星 你还好吗 我按照约定来找你了 你还记得我吗 你怎么 会有这个 你说过 如果长大之后我们走散了 就带着他来找你 你还要把我给你了 现在我来了 你的小恒哥哥 你还买了营养品 还买了两个肥脚 对吗 对啊 那个 正好赶上护士来吹肺 我就交了 你放心 那都是我的压岁钱 我有小金库的 不是刷我爸爸的卡 我每天在老大身边混吃混喝 就算什么都不买 赚的钱 只够我的奶奶 在疗养院维持基本的生活 连个护工都请不起 而你海瑞兵 随随便便 压岁钱就能拿出好几万来 刘妍 说这种话有意思吗 你明明知道我没有别的想法 你这么说有意思吗 你不懂是吧 我告诉你 每次给你买的小礼物 我都会用分期付款的方式 你随随便便买的营养品 都够我半年的生活费了 而且每一次假期 你总会想着 去哪儿去哪儿游玩 去哪儿去哪儿度假 而我呢 每一个假期 我都会去想 去哪儿去哪儿打工赚钱 为了挣更多的钱 让我的奶奶 有一个相对良好的生活环境 韩瑞兵 咱俩真不是一路人 这一个小礼物